好 再来看到现在台北市政府 好像是大家轮流出包一样 柯市府因为AB女优 悠游卡被外界订得满头包 那当时文化局长尼崇华 似乎他还说 等这个波多野杰一从凉之后再来说 那今天上广播节目为自己 这一番从凉说来进行澄清 想不到似乎他还加码演出了 他说其实区隔艺术跟色情 是有方法的 他很想台北市参考国外艺术家 举办个台版市民 集体裸拍活动 市民就会有心得了 我们现在想说 是不是要找这个Spencer Tonic 来台湾拍一次这个 他专门是做城市裸体 我们可以邀请市长 要不要一起参加 那是市民要裸体 对 市长也可以裸体 不会吧 才一张波多野杰一女优卡 已经让台北市长柯文哲 差点招架不住 似乎是不想让代际权 专美于前 北市文化局长尼崇华 也有最新绿座 波多野杰一 对 我也不知道他是谁了 抱歉 他好像是真的样子 这个刚才看他的表情 你是真的不知道波多野杰一 我不知道 因为你是知道 泛导爱的那个年龄层吧 没有 我想不用我吧 因为据我了解 我们所有的局处长都反对 历史上可能只有一个例子 就是泛导爱 那泛导爱 他是在退出AV界之后 然后他整个转型 然后才被邀请去做代言 上节目原本是想替自己来澄清 女优重量说 问题出在柯市长转述太快 但其实泥崇华又给自己陷入危机 原来谈艺术和色情间 同样是赤身裸体 泥崇华认为 鼓励市民加入艺术裸拍行列 应该接受度会更大 文化局长有新创意 话才说出口 就被老板一句话 直接给打了回去 不怕神一样的对手 只怕猪一样的队友 看来用在柯团队 现在更怕的是还有太理想 太浪漫两个特质 介绍了一响严禁语 台北报道